2013多伦多华姐竞选的日子越来越近,家里们也是行程满满。 近日,他们一行人来到了加拿大慈善机构食物银行参观。 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,了解了食物银行每天的工作流程, 并积极地参与到了食品分类和包装中,显得十分的耐心细致。 作为遍布加拿大的慈善机构, 食物银行每个月会对6万3千人施以援助之手, 并在每周送出3000份营养餐,来帮助弱势群体和低收入家庭。 而华姐们作为一日员工,也获得了一段难忘的体验, 了解到加拿大尚有许多人正在忍受饥饿, 而自己作为美的使者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。 而最近除了接受形体一态练习和紧锣密鼓的拍摄宣传片之外, 他们刚刚参加了高强度的健身课程。 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, 实名加厉进行了全方位的体格训练, 务求以饱满的精神和身体状态迎接决选之夜。 尽管大汗淋漓,体力受到严格考验, 但实名加厉都表现了十分专业配合的态度。 相信他们在总决赛时会华丽变身, 以最完美的姿态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。 让我们再次期待决选之夜吧!